这个系列停工很久了 我也很久没有这样面对面和大家交流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变化 我也是透过最近的访谈视频观察我自己 才猛然发现自己整个人变得很紧绷 失去了那种松弛感 面部表情呢也很僵硬 大部分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 这是长期焦虑造成的 这也是我的家庭频道停工的主要原因 我实在做不到对着镜头强颜欢笑 我目前深陷困境的主要原因 就是大多数博主都无法逃脱的流量焦虑 因为流量决定收入 也决定了我们一家五口的生存所需 说不焦虑肯定是骗人的 每个博主做的内容不同 流量来源不同 形成的焦虑也会不一样 而我的焦虑更加无解 因为我做的内容以人物访谈为主 需要我用心和受访者进行交流 才能挖掘出对方身上的故事 从而制作出精彩的视频奉献给大家 但是我的焦虑影响我的状态 加上我本人是社恐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我和人交流的欲望 大大的降低了 有时候面对采访嘉宾 我的大脑处于半死鸡的状态 偶尔还会一片空白 这样一来也就做不到和对方保持良好互动 直接影响节目效果 还有就是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 这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我们夫妻俩带三个婴幼儿 老大两岁零五个月 双胞胎一岁零一个月 工作量真的非常巨大 我知道有些爸爸擅长带娃 但是很遗憾 我不是啊 我特别受不了孩子的哭闹 那种抓狂的无力感 加剧了我的社恐 我太想一个人清静清静了 但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采访 在剪视频的时候 看到画面里的自己 那么的茫然无措 甚至心不在焉 后来我索性就不出镜了 耍得观众看到我半死不活的状态 影响观感 所以我不知不觉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 流量焦虑和带娃导致我的抑郁 抑郁加剧我的社恐 我甚至不想见人 那不想见人的心态 影响我做采访视频的数量还有质量 然后导致流量不可避免的下滑 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流量焦虑 我就这样在困境里越陷越深 越来越窒息 更让人痛苦的是 解决的办法明明很简单 但是在我身上就行不通 行不通的原因和钱有关 现在来聊聊我的收入情况 从今我认为谈钱很俗 现在我认为谈钱很真 我甚至开始赞同 人生的大部分痛苦是因为缺钱 当然我说这句话显得非常的不重置重券 因为毕竟在我以前提到最多字眼是 民主啊自由啊梦想这一类 但是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生活教育了我 作为新移民 把对美国的滤镜拿掉之后 终究要面对柴米油盐 各种琐碎 还有收入啊 赋税啊 支出啊 这种三位一体至高无上的压力啊 缺钱是我们普通人的常态 美国如此 全世界都如此 美国洗碗三年豪车五年豪宅 网上流传着类似的传说 简直是误导大众 新移民刚落脚美国 受限于语言障碍 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体力工作 有头脑 有资本的少数人可以去做老板 在大多数的蓝领群体里 卡车司机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因为它是仅有的日行门槛低 有可能月入过万的 但是现在货价降低啊 油价上涨 无论车主还是司机 日子都不好过 卡车司机这个备受新移民追捧的职业 也开始凉凉了 我庆幸自己啊 当年开卡车赶上了好行情 两年时间攒了点钱 才敢让老婆生孩子 那我全职做视频也快三年了 当时的决定确实有些冒失 好在是平浪增长很快 收入在第二年就追平了我做卡车司机的收入 当然前提是稳定每周公新两个视频啊 像我们后来生双胞胎的时候 停更了得有两三个月 那收入就很惨淡 那目前我做视频博主的收入 略高于卡车司机 至少最近半年稳定在这个数字啊 不知道未来还能持续多久 说句心里话 我的收入红向对比全美 也是中等偏偏上 但是在洛杉矶这种高消费的地区生活 交完税款再除掉各种开销 也只能是略有盈语啊 买房安家还是遥遥无期 我在标题里说视频的高收入 并不是客观意义的高收入 而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所能达到的最高收入啊 换句话讲 现在把我扔在全美就业市场 我使出吃奶的劲 也赚不到现在这个数字 哪怕是从超就业去开卡车 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无口的生活 毕竟每个月七八天的开销摆在那 这就是尴尬和无奈的地方啊 虽然博主这份工作 有时让我痛苦万分 但我不得不选择继续重受痛苦 因为为了家庭 我别无选择 很多人羡慕我做的是自由职业 我却羡慕那些朝九晚五的打工人啊 自由职业它就像一座围城 里面的人想出去 外面的人想进来 我想奉劝那些想要进来的人 如果你现在的工作 福利待遇还不错 仅仅只是因为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模式 从而想开开拓自由职业 我真的劝你三思而行 因为自由职业并不是真的自由 相反它需要更强的自律啊 和执行力 还要重担收入不稳定的风险 随之而来的就是生存焦虑 我做了三年全职YouTuber 确实也是自由职业 撇开烧脑熬夜啊 伤肝啊不谈 咱就讲结果 收益方面刚才聊过了 再聊聊付出的代价 就是长期焦虑 对我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虽然没有达到抑郁重的程度 但是抑郁情绪不定期会出现 短则持续一两天 长则持续一个星期 抑郁发作的时候 对一切失去兴趣 无法投入工作 度日如年非常煎熬 而且暴躁易怒 不利于待晚 影响家庭和睦 但是呢 我还是很感恩这份自由职业啊 从我老婆怀老大运晚期的时候开始啊 一直到现在 老二老三也快能走路了 这份工作不但供给了我们生活的开支啊 更重要的是让我可以灵活支配时间 分担家务琐事啊 还有带娃的重任 试想一下 如果我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 我老婆不可能一个人应付三个孩子 我们的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啊 我真的特别感恩啊 感恩观众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你们才是我们一家人坚持的护盾 那想想自己目前创作状态不佳 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 真的抱歉了 那自由职业呢 是双刃剑 一不小心就会割伤自己 因为我是居家办公啊 工作生活 失去边界 彻底的搅合在一起啊 三年下来磨损了我的性格 成为无法消化的代价之一 具体是这样的 由于我要兼顾帮忙带娃 所以工作随时会被打断 有时候呢是被孩子的哭闹打断 有时候呢我不得不出去啊 照看一会儿孩子 前一分钟我还沉浸在脑力思考的状态啊 后一分钟就被迫拉近孩子们的鸡挖乱叫的状态 然后我离开我的这个桌子 出去帮忙维护一下这个失控的场面 等平静下来回到电脑前 我就很难再找回状态 还有最讨厌的是什么 录节目的时候被孩子的哭闹声打断 重新再录感觉就没了 三言两语真的说不清啊 这种长期消磨让我失去了耐心 也失去了幽默感 耐心是做好事情的必备啊 幽默感是快乐做人的秘诀啊 失去这两样是对人生的重大损失啊 但愿只是暂时的损失啊 不然代价就太沉重了 有句话说的很好 我现在深有体会啊 是这样说的 有时候放弃比坚持够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啊 坚持只是去努力维持现状 而放弃意味着之后要面对可怕的未知啊 这就是大多数人都暗语现状的原因 我的问题是我的现状已经很难让我暗语了 毕竟都给我肿抑郁了 现在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 一是放弃做全职博入 出去找份工作 这样就能平衡工作和生活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 钱的事和娃的事嘛 第二条路是 一边呢继续做全职博入赚钱养家 一边调整心态 缓解抑郁 一边寻找放弃的机会 准确来讲是寻找值得我放弃眼下这份自由职业的机会 这两条路到底该怎么选 请观众朋友们给我留言啊 提供一些建议 其实我内心是很想放弃的 早在一年多以前我就专门做过一集节目啊 深入聊了我做YouTuber的心路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那一集 我想放弃做博主的最最重要原因 就是离我的美国梦越来越远了 再说一遍 因为我的节目定位在华人圈啊 我的家人啊 又生活在华人区 这就让我的思想和身体 两个层面都和华人绑定在一起 这种绑定让我无法摆脱过去啊 无法真正应报美国 不知不觉就活成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再加上我的英文水平没有机会得到提高 让融入美国这件事啊 变得希望渺茫 我不想在美国过中国式的生活 共不想在美国做中国人 我想重新活一次 这是我来美国的初心 我不想背叛自己的初心 所以我活得很挣扎呀 越挣扎就越渴望改变 越渴望改变就越难以 安于现状 这就是由我的基金决定的 那就是爱折腾 就是想做人生体验家 所以放弃对我来说 是势在必行的 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我的抗压能力到了极限 这个时间会提前 如果我缓解了眼下的困境啊 这个时间会顺其自然的到来 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慢慢等呗 至少要懂到我三个孩子年龄再大一些 当然了 我不会完全放弃做视频 就像很多观众曾经建议的那样 坚持去做才是理想状态 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我确实急需的投身到美国社会 去尽情的经历一些事 体验一些事 才能引发我更多的思考和共生的沉淀 才有新的话题分享给大家 我的节目才会更精彩 将来出去找工作 我必须找纯英文的工作环境 锻炼我的口语 以后也可以采访美国人 让我的节目更加的丰富多元 请大家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